标明是产地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 价格是48块8一斤 总共大概不该是买了11个 为什么买这么多 因为我是非常喜欢吃榴莲的人 我们在马来西亚吃的也是猫山王榴莲 马来西亚是榴莲中的爱马仕 中间的盒会特别小 像是冰淇淋那种软弄的感觉 特别香 我开的那个咬了一口 还冻在冰箱里根本吃不了 反正就是你咽不下去 我只能吐掉了 我只能这么说 当时费先生用手机扫描了 榴莲饼上的英文标签 翻译后的内容是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泰国农业部植物标准 与认证私联系 对此 华联超市方面的解释是工作失误 我们当时就马上检查了一下 那么确实 这个采地确实是泰国的 曝光单是泰国的 那么我问一下 它榴莲的品种是什么的 它榴莲品种猫山王 它是泰国的猫山王榴莲 员工工作上面操作的一个失误 第一是我们说 我们退业赔业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不是 我们这边的员工确实有收入 这个我们认可的 那么他后来也不同意 但是作为我们商家 我们知道退业赔业 它是按照最高处罚标准 当时说 如果你一定要 以退业赔业的话 你需要付出一点时间 去 跟法院做一个认定 新闻播出一个星期后 费先生联系记者 说是已经跟超市协商好了 对方同意退一赔三 调查出来的实际情况 包括提供他们的 关单跟我的那个是一样的 他们提供不了 正宗马来西亚产的 猫山王的关单税 干扰 产品干扰 这个是我们供应商进货的 然后呢 供应商呢 那天呢 我们跟他确认了以后呢 在猜确认以后呢 感觉我们这个流年 是有点问题 上次我们不是来采访的时候 我问您 我说品种是什么 你跟我讲是猫山王 那个时候你不知道 关单上是干扰是吧 对 不是 作为曝光单上干扰 然后呢 我们作为干扰 然后我们跟那个供应商 进行一个确认 那么供应商呢 那个时候还是因为认定 他们这个是作为 泰国猫山王这样一个品种 所以呢 对我们产生了一定的 误导的一个方向 沈经理表示 除了解决费先生的诉求 那段时间里 其他买到这类流年的顾客 也可以找他们售后 顾客过来的话 我们也在处理 也在积极处理这个事情 你们会追溯回去吗 根据比如说销售的记录啊 对 这个是我们事后在那个 市场所的一个 我们主要是配合市场所调 调查这个事情 今天呢 也是通过你们1818黄金盐 这个媒体 那么我们呢 其实也是跟广大顾客说 作为我们华联的话 我们作为30年的一个 老的一个本地企业 这个事情 不管最后的那个问题 是怎么样一个处理方法 我们一定的一个 做好我们以后一个 供货的一个把关 沈经理说 超市有合作多年的供货商 至于供货商 从哪里进的榴莲 他不清楚 之前的报道中 费先生提供过 几段微信语音 说发消息的是 水果市场里 五星果业的工作人员 它上面的名称 就写的是泰国产品干 然后它本身的品种就是这个 人家市场 他也喊到产品 茅山王 那你们有什么好处的呢 你看其他超市上面 是不是都写了茅山王 到产品茅山王去卖的 对不对 还卖40多块钱一斤的 有人来尝吗 又没有 再会买东西吃 只要好吃 有几个叫真的 那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你就写泰国产品榴莲 不要写泰国产品茅山王 你写泰国产品榴莲 那如果客户来位 这产品榴莲是什么呀 你可以给他讲 这是泰国产品茅山王 那如果真的遇到那种 碰瓷的叫真的 那你就直接跟他讲 这就是泰国产品干扰呀 我喊他产品榴莲没毛病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样不落于书面 不就没事了吗 上次找过去五星果业已经下班了 这回记者再次来到嘉欣海广星 精品水果市场 核实聊天记录里的情况 但还是没有见到五星果业的负责人 只有一位组织搬货的工作人员 这个是你们的工作人员吗 我不知道呀 不大认识 人多着呢 大姐 我不知道每个人都认识 我就认识几个人而已 现在榴莲嘛 因为不是品种很多吗 那市场上有没有就是把 比如泰国厂品榴莲 然后当猫山王来卖的这种 猫山王要卖五六十块钱 已经泰国花二十多 哪个人傻呀 费琴的说 虽然协商好了 但有件事情他还是很关心 我还不知道市场将管部门 对整个事情的一个处理吧 这点我觉得消费者 也是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情 是对商家的处罚吗 对 可能我觉得因为 现在的事实也很清楚嘛 就是证明我这边是没有说谎 证明商家那边 可能的确存在的问题 就是我想给消费者 应该有一个交代 标签问题 反正我们目前是这样 要求我们就按照曝光单 百度上你看 可能五花八门都有 反正整改就按照这个整改 处罚就够出来 那么按紧我们会公示 到底发现什么违法行为 或者哪里进来 如果实际在供应上 有违法行为 那么我们会移送当地 市场监管部门 1818黄剑记得嘉兴报道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